好 现在大家看到 我们推开这个双开门 会进到的是主窝室的空间 但是我要先介绍的是 外玄关 主窝外玄关的部分 今天这个空间当中 Eric试图在不规则当中 要给他一个防震的格局 没错 因为原本这一个空间 并没有这么的防震 那他 我们的右手边这边 刚好有一支横梁 对 那这一支横梁的行程 导致整个空间会错位到左边去 就偏到这边来 对 偏到这边去 那因此我在天花板的设计的部分 形成一个凹槽 然后利用主灯的一个效果 把它偏掉的部分 再把它转移回来 那另外在地平的部分 它也是前载后宽的部分 所以它也是会偏掉 所以我利用我们右手边这幅画 利用立面的画的这个效果 来单画掉整个被偏移的一个空间 其实基本上你不讲 我根本忽略了所谓它有没有偏移变成问题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防震的格局 刚好我们是用来消弭这个偏移的空间的这幅画 刚好可以作为室卧 一出房间门看到一个玄关的一个感觉 双开门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是单开门就没有办法把它变成是防震的感觉 没错 所以我们利用双开门的效果 第一个把房间进门的这个玄关的气势做出来 第二个也可以形成比较方震的一个感觉 总而言之你用了很多手法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地方它的格局是方震的 现在我把这个主卧房的双开门关起来 但说实话刚门打开的时候 我从走到这样看过来 我觉得也还蛮漂亮的 你有的人想要让主卧室通风 可是又怕里面太乱被别人看到 对 没错 所以我在一开门设计了一个端井柜 最主要是要可以摆一些包包饰品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边条的部分都是用线条的感觉 那在这个房间我都采用线条的感觉来呈现 所以在电视主墙的部分呢 是用横的线条来带 那最主要会用这个横的线条是要做一个隐藏门 那做设计这个隐藏门最主要目的是 后面是一个更衣的空间 更衣室 对 那因为它这个屋形是一个斜角床 所以我希望能够再透过这一道墙 也能够把主墙的部分弄得比较方针一点 OK 床头的部分它还是有那种时尚灰 对 这个灰色也是希望把玄关这个水晶淡灰色的元素 能够把它带进来 那一样用线条来呈现 OK 它跟这个做它的材质其实是呼应的 是 是想呼应的 好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 这一间主墙的卫浴空间也是挺有时尚感的 是 那在浴室的部分呢 最主要这一间浴室它是一个暗房的浴室 它没有窗户 所以采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此我采用夹杀玻璃的部分 把主卧窗户的一个光线 能够带到浴室里面来 那希望在浴室的光线的部分 也能够比较充足 但浴室我发现你也是很明显的分 上下两个颜色的色层 深浅分开 是 那最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希望不要有头重脚筋的感觉 那第二个目的是希望说 比较我们一般在洗涤的时候 其实地板上比较会容易卡脏 比较深色的部分呢 也能够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脏 那一块是食材还是 它是进口的金属砖 砖 是 一般的食材都比较平滑 那这一块砖它本身有凹凸面 所以它在止滑效果会比较好 那另外它在这个抗侵蚀的性质上面 也会比较强 OK 可能比大理石用在浴室空间久了 可能会黄或掉污垢 或是被腐蚀掉嘛 OK 好 今天我们看完Eric的这个房子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一开始所说的 或许现在真的房价这么高 对 那如果预算这个追不上房价 但是有一笔钱想要装潢的话 你一样可以把房子改造之后 有住那种新家的感觉 好吗 今天非常谢谢Eric 谢谢 不完美的L型格局 经过适当的规划 就能够有分明的公司领域 老房子出众的大梁 妥善的利用 就能自然成为空间的分隔岛 别人眼中的不完美 在设计师的巧妙设计下 老屋变身时尚又有气势的居住空间